水性楊花就指一些女人發孝 向男人拋眉眼,不要臉不知所謂 雲龍,我不是那麼舒服,我不吃了 各位慢慢吃 冰冰,有我在這裡不用怕,坐下 敏大人 我還有很多形容女子的漢字漢語 你想學嗎? 當然想 有種女子用殘雞婆,蛇蝶美人 讀寡褲來形容就最適合不過了 玉雲松,你說的是誰? 師傅大人,我是說很小器、不害羞 脫男人褲體屁股,很發寒的女魔頭 有趣…請問此燈女子可以在哪裡見到? 遠在天邊就…更在眼前 難道你所指的女魔頭就是… 對,我就是這個女魔頭 現在你炒王的雙仔,你很心涼 你以為千惡大人就可以橫行八道嗎? 你怎麼會慢慢說? 你又想怎麼樣? 你怎麼樣?竟然在史哲大人面前出醜 當眾爭風俠躁,有甚麼好看呢? 我並沒有爭風俠躁 我只是教訓一個口沒借難 口不責言的港古佬 好好的相親做甚麼招惹的港古佬 你明知道這次是我刻意安排 你和史哲大人互相了解認識 事前老公公還精心跟你打扮成 連一個黃花歸女,你看看你現在像甚麼 像一個跌倒在哨水桶的瘋婆 義父,一天就醉了一個死人肉混蟲 否則他和豆腐西絲猛響獅子拋生牛 我會弄成這樣? 你還不認爭風俠躁?也好 你是喜歡那個史哲的 讓義父再想辦法幫你修補吧 千萬不要,不用客氣 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個史哲 他半桶水拋書包裝有學識 作葬到死了 好…不喜歡這個 義父幫你密識一個人 不用了,我誰都不想見 我根本就不想嫁 你說話是一時一揚的 你答應過我甚麼? 你要我硬去,我就去 義父,其實我真的問自己 你有沒有當我是你的女兒? 我覺得你當我是你手下的 初元那麼扁 我養得你這麼大,你說這麼五逆的話 我五逆?義父是你霸道 沒有,從小到大 我有哪一次沒聽你說話? 小時候你叫我艱苦學武練功 多辛苦也好,我都在咬牙筋頂硬水 大的時候,你讓我做錦衣衛 拉半黨暴徒嚴刑逼供 我也去做 好了,現在你讓我扮成黃花龜女 去相體,我也照樣去做 但你有沒有問過我? 我根本就不想做什麼嬌嬌女 我真的不知道你想我怎樣 你怎麼搞成這樣? 你和人打爛仔架來嗎? 我不是和人打爛仔架 我是被爛仔打 我被當初的女魔頭租質 又此理,活該你 你真誇張,不被人打得殘廢算偷笑 你這麼惡毒,你是我的姐姐嗎? 我再惡毒一點也有 我問你,你問渣醫和孩子借盡銀利 就是買一套這樣的衣服 帶那個豆腐西斯去珍修樓吃好東西 這麼豪氣? 不是 不是? 那家傳之寶去哪兒? 看一看 就在這裡,你是夜盲還是老花? 對 你這種小把氣,小孩子騙到 總之我告訴你,我不會讓他入門 現在是我草老婆,不是你找弟父 你也會說是我的弟父 也要得我同意才可以 我告訴你,他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 你根本就是對人有誠,我免得跟你說 我吃鹽比你吃飯多,我月人無數 他又不是一個賢妻娘母 他當你傻子,我不知道你喜歡他什麼 我的冰冰他養漂亮,身材好,心底善良 他簡直是觀音娘娘在世 是呀,那你就觀音兵了,傻子 觀音娘娘就是觀音兵的 我今天做觀音兵又如何? 你笨成這樣 我都不知道是跟你同一副爹娘生的 我要草冰冰 還有,我現在很幸福 你眼裡只值錢而已 一輩子為了客棧,形形役役役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麼叫做黑骨銘心的愛情 你又怎麼會明白 什麼叫驚天地 一鬼神的戀愛感覺 我麻煩你早安,好嗎? 年制十年,千夫萬悶 粒單藥終於出爐了 有沒有經過試驗? 當然有,小人試過 放心吧,大人,如果沒有成效 你神醫也不敢進京 你是不是姓李明神醫? 不在乎,經事 太好了,李神醫果然不負所託 等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跟他一起了 對了,大人,神醫幫粒單藥 改了個名字叫做仙姑座蓮 不是吧? 我一直以為仙姑座蓮是次清 原來是寧丹妙藥 女兒,我不認識你 十年前,你在有排埋 殺死我爹娘,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我也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有東西送給人,失陪你 想走? 大人,粒單藥已經下誓非盡了 一定是搞錯 千真萬確的 是神醫親眼看著那件藥 燒成灰盡 一定可以再體煉過 絕不可能 有些藥材是百年難得一餘的 一定有東西可以退代 幾種稀世的藥材 神醫是東道迎台仙島去採集的 她還說在有生之年 也絕不可能煉製到第二樓 不會,神醫長命百歲,我等得到 神醫經之一劫 心血保留,已經奄奄一息 進去 走 大人… 走 走 走 你為什麼 dri不去我? 小小的希望你都不給我 義父,其實那顆丹翼有什麼用的? 你的梳是假的? 義父痴假嫂痴了二十年 嚇到人騙不到自己,我是個閹人 你是閹人?為什麼會這樣? 二十年前,我跟一個武林高手決戦 他把陰招把我下身打殘了 不過,男人最痛,你不會明白有多痛 義父,對不起 不關你的事 這件事別說了,以後都不要再問 我知道了,義父我答應你 以後會好好聽你的話 原來義父這麼多年來憑吊的 不是因為一個人 但我還一直以為他這麼傷心 是因為心外的女人死了 原來他一直憑吊的 是因為他不能忍動 一無傾成終於有得看了 還有很多精華片段等著你 記得訂閱TVBUSA的官方頻道 這樣就不會拍錯過任何最新的上傳片 先 voyez您 好的,小朋友